外皮酥脆 鸡肉多汁的烤鸡 无论是大小朋友都会很喜欢 如果再搭配上巴黎知名的文旦柚 更能够吃出不一样的风味 巴黎有一间在地的景观餐厅 他们就推出了季节限定的柚子烤全鸡 我们一块来看看 享用着金黄色泽的烤鸡 让人看了垂涎三尺 尤其业者还特别和当季水果文旦柚结合 腌制了一天一夜 连酱汁都加入了柚子酱 酸甜的滋味让消费者一口接一口 我很喜欢这边 而且他们家就是 有时候有一些食物 还要参进一些柚子进去 很有特色 那我刚刚吃这个烤鸡呢 因为我家是鸡腿我最爱的部分 所以非常的嫩 然后沾这个酸酸甜甜的这个酱 酱汁特别的有味道 对 我觉得很好吃 我应该还会再来推荐朋友 我今天跟我的家人五个人一起来的 柚子烤全鸡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道 大家很喜欢的一道菜色 必须要先提前大概一天来做预定这样子 它是用柚子的酱料啊 下去腌制到一天一夜这样子 然后全程都是我们自己烘烤 皮很酥脆 然后里面的汁呢非常的香嫩多汁 再搭配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柚子的酸辣酱 所以它有一点泰式的风味 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那欢迎大家先预定哦 为了让消费者可以以多元的方式 品尝巴黎在地特产文旦柚 除了柚子烤全鸡之外 还有柚子醋 柚花蜜香红茶等 无论是餐厅享用或是买回家喝都很方便 那夏天呢我们一定要喝这个冰凉的饮料 我们今年的柚子系列的饮料有很多种选择 像我们这个卖很久的有柚子醋 柚子冰沙 还有我们的柚子果茶 还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柚花蜜香红茶 这个都是我们柚子农场里面非常畅销的饮品 因应不少消费者有聚餐的需求 餐厅现在也推出了做菜料理 包括炒食书 以及店内常年乐销的柚香猪饺 柚香炸鸡排 以及同样是巴黎特产绿竹笋汤 都是涛客不能错过的料理 记者高新峰林景于巴黎采访报导